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档案大都是当年日本自己的档案记录 是日本清华野心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文案证据 这是管内珍藏的一幅1906年日本印制的大清帝国全图 在此前一年日俄战争结束 从战败的沙俄手中夺取了中国屡顺后大连湾的租借权 及其附属特权的日本迅速将旅顺大连地狱 以及在甲午战争中霸占的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岛一起 纳入自己的囊中 我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发展融合 在清朝前期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完整疆域 更加残缺不全 这是康熙皇帝重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淮人等人绘制的昏鱼全图 这也是中国借西方传教士的帮助 绘制最早的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详细中华版图 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崛起的日本 在十九世纪都贪婪地盯上了眼前的这块肥肉 1840年爆发了鸭腿战争 英国的尖船力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僵化的封建主义体制枷锁束缚下 长期处于停滞守旧状态的中国 在此后的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连连失败 英华美俄对华侵略获利极大 深深刺激了学习新方并强春寻东方的日本 这是目前在一万日元钞票上做头像的福泽余籍 一百多年来日元钞票上的头像换过好多人 不过这个人像始终不患 因为他被称为近代东阳启蒙之父 福泽余籍提出了一个思想影响了近代日本 这就是脱亚入欧 福泽余籍提出日本应该从中华文化决裂脱离亚洲 挤进欧洲国家行列 这一主张很快被明治时代的日本上层 作为了指导思想 19世纪60年代 日本明治为先时 江域只限于本州 九州 四国和北海道 国土面积不过37万平方公里 只相当于当年中国黑龙江省面积的一半多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狭小 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 日本自然条件恶劣 地震频发 台风海啸 司空见惯 千百年来 不甘除岛国之际 强烈对外扩张的诉求 使日本一些当权者 做梦都想跨越这片窄窄的海洋 将施法千年的 泱泱滑下 占为己有 自中国明朝开始的 倭寇之患和清朝战争 日本因为以中国实力的悬殊 倭寇的武装防火和军队陆期 居告失败 不过 从十六世纪末 封城秀吉时代起 日本社会逐渐膨胀起来的侵华意识 却始终存在 进入十九世纪 西洋冰学与日本唯我独尊的神道国学迅速结合 兴起一股海外扩张论 支撑这一扩张学说的 是以武师道为基础的皇国国学观 他们认为 自中国宿朝灭亡后 东方文明中心已经移到日本 从而把本国称为中国中朝 而将中国便称为支那 把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 支那这个词呢 日本解释嘛 就是英文 中国 英译 日本史学界其实有一个观点了 就崖山之后无中国 崖山现在广东南部呢 就那地方是南宋覆没的地方 他认为你这个中国已经灭了 被蛮蚁统治了 东亚文明的精粹在我这 所以说元朝以后日本就自称神州 日本讲的中国在哪呢 广岛为中心的地区 那是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不会称你中国为中国了 就称你为支那 1823年 在长期学过荷兰军事学的日本学者佐藤信渊 写了一本《与内混同密册》 书中公开鼓吹我国而御治他邦 必先以并吞之那为始 同时叫嚣 将来要是皇国而混同世界万国 即统治全世界 同一时期 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学者吉田松茵 有具体提出北戈满洲南取台湾的方案 此种战略构想 不久就成为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1868年 日本明治天皇牧人登基 开始了维新变法 下诏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 清楚表明要以海外扩张为基本国策 明治维新后仅仅6年 1874年 日军便迈出清华扩张冒险性的第一步 租用美国轮船 运兵3600人登陆中国台湾北部 清朝派出5000军军 前来拦截 清军派的兵的力量实际上超过了日本的预想 没有想到清军反应比较强烈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实际是估计到 就是说没有力量跟清军进行正面的交锋 所以一碰之后就立刻就缩回来 不过清朝还是给了日本50万两白银的出兵费 这种向侵略者付款之举 不仅暴露出清政府的怯懦和无能 更是纵容了日本的野心 第二年 日本出兵控制了琉球王国 并于1879年正式将其吞并 改名为冲绳县 日本的军事冒险由此尝到了甜头 这是一本日本学习了西方绘图技术后 于1886年正式出版的 分邦祥密万国地图 这部册子所绘日本的疆域 琉球已经被标为日本领土 不过所画的领土范围 并不包括中国台湾省所属的钓鱼岛 地图出版第二年 日本制定亲国征讨册 1890年 时任日本首相山县友鹏 在第一次帝国议会的施政演说中 抛出主权限和利益限理论 他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限 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日本的利益线 声称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 因此要加紧扩军备战 这之后 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 来发展海军陆军 1894年7月25日 日本以朝鲜内乱为借口 步圈而战 在朝鲜封岛海面 袭击了北洋水师 甲午战争爆发 甲午战争的时候 西方人就惊讶地发现 日本进入东北的部队 它有详细地图 清朝军队在本国作战 它都没有详细的军队 日本军队怎么来的呢 它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前 已经派了大批的侧客人员 到中国东北来 打着什么经商 旅游 这些旗号 在东北进行道路 山川 河流的测绘 按照国际上正常的法则 一个国家不经另外一个国家允许 跑到它去进行测绘 那叫属于道策 我们就强盗那个道 但日本当年对中国 就是进行大规模的道策 通过甲午战争 日本以勒索赔款和占地缴获抢掠 从中国掠取了约3.2亿两白银 扣除战争消耗 净赚2.3亿两白银 折合3.2亿日元 约合当时日本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倍 首相伊藤博文在战后兴奋地向天皇报告 臣民上下都感到无比的富裕 依靠从中国获得的巨额赔款 日本变成了战争爆发户 并形成了要依靠战争掠夺财富和领土的思路 中国战败以后 中国赔款给日本 当然也提振了日本人的一个自信心 当然这个自信心的背后就是 它更加把侵略作为一个获得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不但轻易占领大片中国领土 还开启了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 当时有危机感的中国人绘制了著名的实体图 形象地表现了辽阔国土 已被列强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的情景 1900年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日本是除沙俄之外出兵人数最多的国家 第二年 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薪酬条约 日本在根子赔款中 又勒索了一笔赔款 同时取得了在北京 天津至山海关之间重要地区的驻兵权 这就是37年后 七七事变 为什么能在远离中国边境的腹地北京龙沟桥爆发的条件之一 日本的这个版图迅速地扩张 它统治的范围迅速地扩大 但是它周边的对手也增加了很多 比如说俄罗斯 比如说英国 这些欧洲的强国都陆陆续续出现在 日本已经扩大了的统治范围的周边 在它作为一个小岛的时候 它不大感受得到这些欧洲强国的直接的威胁 但是它范围扩大了以后 它反而和利益 它的利益和这些国家之间 发生了严重的这样一个矛盾 此后发生了热俄战争等等一系列的事件 是跟它的这个统治版图扩大以后 是联系在一起的 1904年 日本50万军队和俄国70万军队 展开了一场强盗之间的分赃厮杀 从日俄战争地图上可以看出 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交战的陆地战场 是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 无能的清政府 无力制止两个强盗在自己国土上开战 竟宣布中立 把大片领土划给日俄两国作为交战区 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 日俄两军的将领在旅顺战斗一结束 又在一起合影流灭 战败的俄国在合约中 把南满和把原来战友的中国旅顺口大连 为时25年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 反正是刚从中国手中夺来的地方 并不心疼 这个日俄之间所定的这个普斯茅斯条约 那么南满铁路呢 归日本了 北满铁路呢 归俄国 怎么从长存到旅顺 这个南满铁路啊 从地理上看 正好是纵贯东北的复兴 这条铁路呢 又是这个东北资源 向海上运输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主要通道 另外呢 在军事上 你控制这条铁路就可以调兵 就可以来讲呢 就像一把尖刀嘛 直刺到中国的复兴 日本提出 为保证南满铁路安全 必须留下军人护路 经过与俄国和清王朝讨价还价 每公里不超过15个护路兵 南满铁路从长春到旅顺 约700公里 于是日本在南满铁路上 留下数额为一万多人的 所谓铁道守备队 这个守备部队到1919年 正式改名为关东军 1907年 日本裁法在满洲成立了 南满铁路诸事会社 简称满铁 控制从哈尔滨以南至大连的铁路 并在沿途主要车站及其附近 划立了租界和由满铁控制的附属区 从此 一个关东军 一个满铁路 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主要军军 对中国复着的山东半岛 日本也是长期垂涎 在甲午战争期间 日本侵占危害 并占领三年之久 1914年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以对德国宣战之名派军队 在山东半岛登陆 攻占了青岛 并近战交集铁路 时间长达八年之久 日本根据大陆政策滋长起的侵华野心 通过一场场战争日益膨胀 1927年6月27日 在东京召开的东方会议上 日本田中内阁策划了侵略中国 称霸世界的计划 日本的征服计划写在田中奏折之中 唯欲征服之那 必先征服满猛 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之那 这一狂妄野心 决定了日本把侵略重点 放在满洲和华北时 也不忘下一步准备占领全中国 为此把魔爪指向了长江流域 上海处于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最正中 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 19世纪 19世纪后期就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沿海 沿江港口城市都被强辟租借或完全割让 上海也不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洪口一带形成日租界 在这个刻意经营的小型东洋社会里 日本移民最多达20余万人 几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以护桥为名 常年盘踞 成为封锁中国腹部的拉链头 做好了随时撕裂华中的准备 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 日本海军在长江内就建立了一支南清舰队 不仅时时巡游于千里江面 还经常上述到湘江中的长沙 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祖国第一大江 及其支流内航行的军舰 数量最多的就是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 在湘江边菊子周头 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 目不江面上横行的日本军舰 发出了日人成我劲敌 二十年内飞遗战不足以图存的墙衣 这一墙衣 纵中化作了觉醒起来的中华民族 共同的好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